3月是植树节的月份 一起种树护生态 复离乡公所就办理 2023复离春分植树活动 由农会领取管理处学校师生 以及在地的民众将近100多人 在绿光草地公园 一同种下了12棵的各种树苗 让民众四季都能够欣赏得到花看的教态 3月是植树节的月份 一起来种树护生态 复离乡公所办理2023复离春分植树的活动 有农会领取管理处学校师生 以及在地民众100多人 在绿光草地公园 一起种下12棵各种树苗 让民众四季都能够欣赏花开的胶态 就是跟着我们大朋友小朋友 把今天这个树苗能够栽种下去 这是期待着他能够顺利的 从种子树苗然后成长茁壮 然后以后让后人能够成两 能够看漂亮的一个结果 透过植树以及环境绿媒化的工作 让大家都能体会到环境民众生活密不可分 透过活动唤起民众注意 并且邀请民间社区的积极参与 今天我们是一个春分的时刻 也是适合栽种树苗的一个好时机 今天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长官 还有尤其是小朋友来共同参与 种下我们这边绿光草原的一个红花枫苓木 集数活动赠送现场民众矮仙丹 春布老 肖南 桂花等树苗 数量有限发往为止 民众每次排队都只能领取一株各品项树苗 人人加入集数行列 家家从事绿媒化 环境就会在潜移默化中 一点一滴改变成为充满绿意的美丽环境 记者高松双不理箱采访报道